話說小弟上星期陪了一個朋友去聽一個所謂的移民講座 聽完之後真是默塞頓開 終於明白為什麼這麼多人要移民英國 話說這個講座大概就有50人左右 多數都是45歲上下 一部分還是帶著20歲左右的子女一齊來聽 講座之前大家就要填問卷 要知道大家在香港有多少物業 有多少身家 跟著講座主要是講大家移民之後 在英國的生活 現場有一個地產經紀和一個律師 論樓說一下現在去英國是最好的時候 因為BNO就可以去到 5加1之後就有居留權 還有很多人擔心的住屋問題 教育問題 就業問題 語言問題 在區內口中完全都不是問題 只要香港有樓 就可以買了樓 去英國買樓 倫敦400萬港幣 就有交易了 如果小弟沒有去過英國的話 就真的相信他們了 原來英國這麼好 移民這麼簡單 今次還要在英國政府大發慈悲 有BNO就可以去到 當然是老虎蟹都去了 可惜小弟去過英國 知道英國的種族歧視有多嚴重 知道在英國的就業有多困難 自己一個去讀書的時候 就已經知道辛苦 更何況是移民呢 哪有可能這麼簡單 但就發現現場的聽眾 就聽得如痴如醉 說了之後是自由問問題時間 小弟到處聽了一下 這班準備移民的人有什麼問題 原來都是關心 怎樣去轉移資產 怎樣去買樓 租樓 還有又不用被英國政府抽稅 還有大家似乎有共識 就是想拿英國的居留權 但是就不想承擔任何的責任 投票權都不想拿 那原來這些人所謂的移民 就是資產轉移 和周圍拿著數